你不想去 谁电话 是女儿 张队长 怎么样啊 好好好 我马上就去 怎么说怎么说 他们现在没找到线索 让我带着紫秋的照片 赶紧过去一趟 跟他们一块找 行行行 照片你有吧 那你赶快去 然后那个我直接去电台 你们在家等信 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好吧 走走走 我得去找 行了 我得去 你就别添乱了 你这样子 病到哪儿可怎么办 你这样子 自一下子 你这样子 谢谢你 你这样子 在这个街上 我不想去 你竟有什么用 自己要是找不着 还没法活 这在关键的时候谁都连你不上 怎么那么办呢 夫妻 来了 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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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紫秋吗 紫秋 紫秋 我的紫秋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没事没事 没事 奶奶差点都见不着你了 妈 你去那边坐会儿吧 坐会儿坐会儿 快快快 快快快 好快啊 对了 是在哪儿找到的 在高速路口被拦下来的 这次你们特别幸运 这孩子要是被带出城了 那找回来可就难了 谢谢啊 太感谢了真的 不客气 你吃一口吧 我咬不住了 我去倒会儿 妈妈重要了? 忙碌円 不顾不顾 不顾不顾 不顾了怎么办 妈妈 espera 妈哈哈 你走 喂 听见了 听见了 我听见了 谁的电话啊 我说 谁的电话 找到了 找到了 自己要找到了 爸 你说这是愿不愿意 那天爸我要出去 你拦着我呀 你不拦着我 你说你跟我一起去嘛 你就拦你不去 好 倩哥 你知道 这一天我怎么过的 我真心 我太难受了 这 怨我 那你乱恶我 怎么办 我一生就没有撞点 就让你给我回了 找找找 找找找 这紫秋都找回来了 我这胸壳怎么还这么多 王老师 咱们紫秋平安了 你自己身体也要保重 啊 太后 紫秋是命大腐的 有多少孩子找不着的 是 是 哎 当时我听到他丢的消息啊 我真是死的心都有 王老师 我跟你说实话啊 今天这一天是 我这一辈子受惊吓 最厉害的一天 好在孩子找到了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真是 万幸 哎呦 紫秋回来了 这这 赵老师 不过你 你轻轻点 轻轻点 我孩子给我睡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我都急死了 这邻居都没睡觉 都跟着着急 大家都让我过来看看 看看孩子 我去看看啊 孩子受惊吓了 你说话声音小点 我听说 是你们亲家 给弄丢的 别提了 你们那个亲家 真缺德 不是他们自己家的孩子 他们就是不上心 这么好的孩子 说丢就丢啊 张阿姨啊 这这我们家里 已经够乱的了 你你别在火上教育了 好不好 这事情已经过去了 是不是 我们亲家 他不是有意要扔掉 这个孩子吗 是不是啊 你这不能这样说 王老师 你听我说啊 张妈 你四处打听怪累的 消息准确孩子平安 赶紧回去睡觉 对 你看你还穿着睡衣 你这别满初跑了 来来来 替我谢谢大伙 那好吧 那好吧 平安就好 平安就好 爸 还没睡 哥 妈呢 出去了 你妈说 在家里边憋的话 要一个人出去走走 已经出去一会儿了 行 您早点睡 我去找一下她 智雯 你跟你妈都早点回来 风波总算过去了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花饼充饥 非但吃不饱 还差点捅出天大的篓子 张金芳此时陷入了惆怅 满肚子的苦水 不知吐向哪里 我就知道您在这儿 都多晚了 我都急死了 儿子 对不起 就是对不起 哎呀 今天的事 对妈的打击太大了 妈以后再也不敢这么自信了 你说咱要是真把人家孩子丢了 找不着怎么办呢 怎么给人家交代 妈想想都后怕 要是真是那样的话 你跟如心都没法相处了 好了妈 孩子找到了妈 都过去了 翻篇了翻篇了 好 这儿啊 没事儿啊 志愿也在这儿留的 你说为什么呢 我当然知道了 从小儿您就带我在这儿玩 是啊 那时候上幼儿园天天走这条道 对 对 妈就背着你 你背着我嘛 还记着 我当然记得了 我最喜欢趴在您背上的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 我能走我都不走 我就让您背着我 我就赖着 还笑呢 你说妈年轻啊 就是半个小时背着都不歇脚 一气儿就到了 现在不行了 那现在可能连抱一下都保不动了 好 儿子 妈也对不起你啊 让你今天担惊受怕 行了 回家 走 上来 不行 妈太沉了 养儿子干嘛的 听话 上来 来 那妈今天可就体会一下养儿子幸福了啊 必须的 来 我真上了 上 沉不沉了吗 一点都不沉 哎你妈 一点都不沉 你就是这么飞我 妈吓死了 儿子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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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晚安 嗯 起来了 你不多睡会儿 睡这么早 我想睡啊 怎么都睡不着 哎呦 我天哪 手都软了 哎呦 刚才叫那 诺欣 诺欣 你起来吃早点来 爸 妈 早 诺欣 赶紧坐下吃早餐吧 不了 我还有事 我上班去了 妈 妈给你带着点 妈 真不用了 您别管我了 你们吃你们的吧 我先走了 您慢点啊 好 你别愣着 赶快趁热吃吧 我看出来了 乳欣还是在怪罪我 多心了 您一大早急着赶着去法院啊 别那么多事 现在值得后悔了 我早跟你说不让你嘚瑟 不让你嘚瑟 你非是不听 现在好了吗 这紫秋现在是找回来了 这要是万一真的被别人拐走了 我们怎么跟亲家交代 行了 别没完了你啊 我愿意啊 我愿意韩总听我 我没孙子吗 我也有孙子 我妈人孙子干嘛 我有毛病 我心里就够难受的了 你妈没完没了的 你怎么着 逼我去跳楼怎么着 妈妈 妈妈 没事啊 别别别难受 子秋都找到了 这件事就过去了 打住 画上句号了 千万别往心里去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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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说你今天能不能请个假 什么 陪妈半天 我想让你陪我去你老丈人家一趟 子秋东夏还在这呢 我得给他送回去 干嘛 你又打算惹事 我惹什么事啊 我得跟人家道个歉去啊 你怎么这么瞎话 我惹什么事 这样吧 东西呢我帮您送回去 您就没必要去跟他道这个歉了 好吗 不行 志文 咱是讲理的人呢 我把人家孩子弄丢了 让大家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我不去陪你道歉 这不行啊 您怎么就这么固执呢 为这件事您还特意登门给他道个歉 您不觉得很怪异吗 不道歉才怪异呢 你懂不动掉理啊 我说你脑子有毛病 我跟你讲不清了 妈我跟你讲不清了 爸您劝劝他 这想一出事一出啊 什么事啊这都是 你跟我去 这事你可别找我 我既不会劝你别去 也不会陪你去 我现在可是没脸见咱们亲家 我一想到昨天晚上的事 这后背直发凉 此丘这孩子是命好有福气 这要是运气差点 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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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 你怎么今天不上班呢 我请了一会儿假 那个紫秋呢怎么样 昨天晚上啊她哭了一夜 可能是受惊吓了 刚睡着呢 那我妈呢 你妈正陪着紫秋呢 别提了 昨天晚上是她发了一夜的火 也难怪啊 她昨天也吓得不轻 其实后来我想想 也挺后怕的 后来我们又回来了 这张妈又来了 这医疗 你妈那火大得简直是 我跟你说啊 我跟她结婚这么多年 从来没看到她发这么大的火 真是的 这张妈也是 你说她真逗 这跟她有什么关系 就是啊你看她 静跟这添乱 其实我婆婆她也挺难过的 我现在家中间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闺女啊 这事呢 过去就过去了 都别往心里去啊 谁愿意出这事呢 是不是 我看这样 咱们找个时间呢 两家碰一碰 把话说开 这事就过去了啊 如兴啊 爸爸是希望啊 你以后跟婆婆 跟志文呢 这日子往好了过 遇到什么事 咱们往好了努力啊 那两家都开开心心的 哎 是不是 这是爸爸的心愿 我知道了爸 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妈妈在屋里啊 来 你去 对对对 如兴 闺女啊 干嘛说话注意点啊 别别别 知道 走了啊 妈 还在生气呢 生气 我哪敢生气啊 我哪敢生张金方的气啊 行了妈 人家也不是成心的 我说她成心的了吗 这要不是你二姨得了重病 我能把子秋交给你我就走吗 子秋不已经找着了吗 这事就算过去了行吗 妈 你就别再计较了 计较 这些哥在谁家都得计较吧 这把一个大活人丢了能不计较吗 妈 你要这么想啊 她是我婆婆 以后我们还得在一块过日子呢 你就别让我为难了行吗 怎么了 你长老来到门口又不那种 什么了 什么了 没什么呀 怎么了 妈 志文 你们怎么来了 那个 对了 你没上班啊 我过来看一下子秋 有点不放心 那个 你妈在吗 在在在 进来吧 进来坐 哎 妈 妈 我婆婆跟志文来了 就在客厅呢 你 她来干嘛呀 哎呀 人家把孩子弄丢了 心里过意不去 过来道歉来了 用不着 行了妈 我知道您是最同情达理的 就算给我个面子 如馨啊 今天这个面子 妈真不能给你了 对不起啊 她是我婆婆 以后我们还得在一块过日子呢 你就别让我为难了行吗 再说了 您曾经教过我 您说有理不打上门课 行了 我欠你的 走吧 好 谢谢 来 那个 那个 好 那一字去 亲家 你这是不请自盗 让我们受宠若惊 坐吧 坐吧 哎呀 亲家 哎呀 说实话呀 我今天真是没脸上门啊 你说你那么信任我 把紫秋交给了我 哎呀 我太大意了 太不应该了 真让全家人虚惊了一场 受得太轻描淡险了 我们这不是一般的经兆了 昨天晚上 我一晚上没睡着 就担心着我们家紫秋 我们家紫秋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对 肯定啊 肯定必有后福 有福 亲家 亲家 别这样好不好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我理解 你别现在说你不看我 你不拿好眼看我 你就是打我 你骂我 我都不能说什么 你咱干坏事了嘛 是不是 所以说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一定原谅我 我 我跟你赔礼道歉 我今天就是来 成心来的 赔礼道歉呢 再说了 这事换在谁身上 谁也受不了啊 你要是我啊 我也得气死 你说得太容易了 我们差点这辈子 都见不上紫秋了 你知道吗 妈 差不多就行了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这是个意外 你没看见 我婆婆昨天 那个连色都变了 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也不希望 发生这样的事啊 不希望出事 不是也出事了吗 我就不信了 要是她的孙子 是她的孙子 她能把她弄丢了吗 啊 妈 那个 我妈她 她昨天刚下火车 着急忙慌了 也没睡好觉 有点上火 有点光草 你理解 理解 妈 死车应该差不多该醒了吧 旁边没人呢 你过去看一眼吧 对 那你也许 然后我带我妈也回去 改天我们再来 改天改天再来 改天 那我送送您 那不好吧 就这么 没事没事没事 这没事 是吧 妈那您 亲一下 不是 那不是 那个 行 那再这样 你看看紫秋醒了没有 我还要瞅她一眼 瞅什么呀 我告诉你们 离我孙子远点 妈 你别我没完没了啊 怎么了 我说几句怎么了 不行吗 你知道我死了多少细胞啊 我告诉你们 我昨天没被吓死 今天能站在这儿 算我命大 妈 那个 要不 你们先回去 那个 我下次带紫秋一块过去玩 先回去吧 干什么 如新 你闪你妈是吧 你像着谁呢 你跟我说说你像着谁呢 怎么了我 我明白了 感情你们是一家好 要不你那个大房子 怎么你妈就没住上一天呢 人家到心安理得住在哪 别忘了我如新 这大房子是你买的 妈整天担惊受怕 怕你在里面受气 怎么你今天还站在他们那一块了 够了妈 你再说说 没了没了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扯那么远啊 这几天还行不够累啊 你赶紧 去歇着吧别说了 咱们走吧 走 走 别乱我 臭妙脸 谁臭妙脸啊 没有妈 放开了你 说话了说话了 那行 对对我小明 我天哪 我可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靳姐 你刚才说什么了 什么叫你女儿买的大房子 我儿子他不挣钱哪 我说你一个教育工作者 你有没有点基本的常识啊 只要他们结婚了 他们在婚姻里面 那财产就是他们两个人的 退一万步说 就是我儿子他不挣钱 他什么都不是 他就是个大白给 但是 不是你女儿愿意呢 他愿意养着他 那你有什么办法 你又能说什么呢 我住谁家 我住我儿子家 我天经地义 对了 你还说我给如新棋售 你问他 我什么时候给他棋售了 如新你自己说 我对你怎么样 倒是我儿子在你们家 倒是经常受气 你把他弄得跟个小蒜似的 支支来支支去的 对了还有 你那个儿子 不争气的那个这个 什么优手好携带如胜 一天到晚能麻烦我们 我们儿子他要钱 什么事都不干的 说实在的我都没说话 我一直觉得 咱们是这个亲家关系 是吧 就是一家人 分得那么清楚干嘛 今天你 你是来算账吗 谁才能说清楚 你要这样的话呢 我也跟你说说清楚 咱们把这儿好好摆着摆着 到底是谁欠谁的 谁占谁的便宜了 谁 谁给谁气臭了 咱把这儿说清楚 行不行啊 行 什么呀这儿 行 我没输 我没输 有 亲家来了 啊 红英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那是意外是意外 谁会成天把孩子丢掉啊 子秋不是找回来了吗 这是皆大欢喜 你 我说你 你还有完没完吗你 你 金建木 真不好意思啊 那个 爸 子秋东西我们都搁在这儿了 然后 又给你们买了些水果 我们先走 改天来看 你们 那 走不好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没忍住呗 你说他说那话谁弄不支声啊 什么叫他女儿买的房啊 那你称什么了 咱我跟你爸都称什么了呀 你说我要不支声 那不就等于咱默认了这个事实吗 你 你知道你 你 你这叫什么吗 你这叫功亏一篑 你前面表现都那么好 你就最后这一哆嗦 你怎么就忘了咱们来的最高任务了呢 咱是来道歉的 毕竟孩子是咱们丢的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我话都说出去了 怎么 那那那 你怎么你再再回去 哎呦 完了吧 赶回家 这边 咱们儿 偶像 这是 explanation 如新还在这 那你快回去看望呢 好 我直接回家啊 哦 知道 那我 我 我再去跟妈道歉 算了吧 正在气头上呢 别越描越黑了 来 行 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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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太急了 因为我妈刚才太急了 才说出这种话的 你别怪她 我哪敢怪她呀 只要她说出来 祝福就行 别憋得 心里难受 我没事 真没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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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说 你就还怪她呢 她那些话让我觉得 好像我嫁给你 让你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是 是不是我天天没事 就就就欺负你啊 就把你当牛做马 还有我那不争气的弟弟 有事没事也也去 麻烦你 赖着你 好像说的我们家人 就 就 就有点死皮赖脸的意思啊 是不是你妈心里一直 都看不起我们家人啊 没有 没有 这这 这真的没有 在进你们家门之前 我还特意嘱咐我妈 我说我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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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得记清楚 咱们今天是来道歉的 忍住 有话咱好好说 这不是后来 你说心里话是不是 你妈后来说的有点过 所以 这才争起来的嘛 咱们就别讨论 到底谁说话有问题了 其实说句心里话 我们俩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我自认为我为这个家 为你父母 已经尽心尽力 为心无愧了 你觉得呢 那我 我这些年来 怎么对你 怎么对你父母 对业家 你心里也有数吧 我当然有数 你放心 以后该怎么做怎么做 我这个做儿媳妇的 也会尽好我的本分 才好 那行 那我还有事 我回手里了啊 妈 你别那么闷着好不好 妈知道妈呢 那给你丢人了 妈那那脾气嘛也不安了 你吃点水果 没 你们吃吧 我赶稿子呢 我吃了 你还记不记得前一日子我跟你说呢 小不忍则乱大谋 这样好了吧 你满意了吧 还等天亮 还等什么天亮啊 我看这天就是压根就亮不了了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我是诚心诚意去道歉的 谁知道他那种表现呢 得理不让人呢 他也没素质了 爸 他得理不让人 你就可以张开嘴胡咧咧 你说那些话的时候 心里是痛苦 可你显过如心的感受没有 我知道了 所以我现在才烦呢 现在知道烦了 从你带紫秋出门那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劝告你 要忍忍你的性子 忍忍你的性子 结果你就不希望现在引出现在这个局面 本来他们以前的心结 都是活的 马上就要解开了 可被你这一折腾 全称死结了 哎呀金方了金方 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哎呀你这话说的你就过分了吧 过分了 谁成事不足败事有过分 你说你 就我跟你讲 你你才成事不足 你要是养个好儿子是吧 让他平起要杀 咱能这样吗 对人家咱 哎呀你别 我跟你说 那种场合你是没看见 你要在的话你也忍不住 你要当时说 我把脑子摘一开你 什么谁的态度啊 对对对 你根本就没在场 你就不了解情况 你没听他妈说那些话呢 哎呦我天呐 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这会儿你来劲了 你找干嘛 那你呢你个妈不去啊 你 我我去你 你个妈不去 你要去你 你还不容我的表现呢 王老师 你也是有文化的人了是不是 你怎么能说出这些话呢 我说出这些话就没文化了 业主任 哎呀不是的 红莺啊 我跟你结婚几十年了是不是 我们都没红过脸是不是 哎你说出这些话 你有没有为女儿考虑 我正是为女儿考虑我才这么说的 人家亲家是上门来道歉的 你看你们俩闹成这样 你说说啊 这这如心以后在他们家里边 这日子怎么过 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 出了那么大的事 他张金芳一句道歉就完了 告诉你没应完 行了业主任 你你坐下坐下 那这个天你累不累啊你 哎呦 哎 红烧肉不错 我爱吃 你你你你你 行行 儿子 你等一会儿的如心 如心还没回呢 刚打电话了 那什么加班 会不会来吃 别甭愣着了 赶快吃吧 朱文啊 那天我在他们家说那些话 是不太应该 你爸也都批评我了 但是我真不是冲着如心的 你说他不会真的还是 不会 您放心什么都不会 你哎呦 我这这海 我用筹了 一个未必说的全错 一个未必做的全对 如心最难过的就是 五年的真心相待 可自己却终究成了个外人 伤不起啊 伤不起 在幸福如亲密的封闭的堡垒之前 不要再避养 冷战的可怕就在于 两颗心一直在触底 却无法反弹 大音牺牲般的压力 把心门都给封住了 母亲的话的确杀伤力太大了 柳志文举足无措 我却不用来陪你 我却不用来陪你 到老的那一天 站立爱情之高点 站立爱情之高点 我却不用来陪你 到老的那一天 我却不用来陪你 到老的那一天 柳志文举足无措 爱情的放显 美国 晚的一个蓝天 再没有笑颜 晚的感情线 再掌心复原 再眼神到永远 天啊 黄老师 别生气了 喝完银耳羹 是我不好 好不好 我那天哪 不该埋怨你 行了 怎么扯你那儿去呢 哪跟哪儿啊 这事儿没意思 不谈 我是这样想的 这事情已经发生了 是不是 儒秦和志文 他们往后的日子还要过好 不过 这事情 我们得要找个机会啊 把这个面子给挽回来 怎么挽回来 我跟他都吵崩了 当然是我了 我们家里不是发生任何事情 都是我出来灭火嘛 你怎么在这儿啊 等你呗 不是说了吗 我一忙起来就没点 不用等我了 没想到 吴远洪的这个案子 材料会那么多 我整理到现在都没整理完 别找借口了 这么老堵着妈也不是个事儿 是不是 我知道你不高兴 你不高兴 你冲我 你发出来 是不是 你总比你闷着强啊 我没有啊 你 行 你没有 你都特正常 我 我不正常 我理解错误 我不体谅 对不对 行了 别再说了 我真挺累的 体谅一下我啊 赶紧我回去洗洗睡吧 妈再给你盛碗粥吧 不用了 我吃饱了 对了 妈 怎么了 如新 这是爸之前那房子的钥匙 我放这儿了 志文之前想要如胜去住 可他不想去 我想了想要不算了吧 如新啊 那天妈到你家说那些话 不是冲你的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妈 还有 这房子重新装修过 可这重修费呢是我妈出的 您可千万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啊 您放心这钱呢 我一定会如数地还给我嘛 那个 因为 把房子借给如胜的事 我已经跟爸妈都说清楚了 其实我提房子装修的事 是因为这房子 你看空着也是空着 要不租出去吧 反正已经装修过 这户型啊位置都不错 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啊 当然最后由你们决定 行 那你们先吃吧 我还得去法院呢 志文 那我不送你了 你自己打车去吧 志文 请我给你岳父打个电话 啊 你只能在梦中抱怨 我跟你们 礼拜 吃吧 甚至不早 在幸福如亲密的 封闭的爆垒之前 不要再忽略 待我的心扉往重变 再不许提一次分别 生命的月下时间 我却不用来陪你 到老的那一天 站立爱情之高点 十年末一间 为了爱沦陷 突破爱情的防线 换一个蓝天 再没有笑颜 断的感情线 再掌心复原 再眼神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